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德 很抱歉這一期的評測拖了有點久 畢竟找外文資料有點吃力 每次都搞得比玩遊戲還認真 《棕色塵埃2》 《Bron Dust 2》 那進入正題之前 我們還是要從2017年推出的《棕色塵埃1》開始切入 如果你不敢訓趣的話 請善用時間軸穿越未來 不過還是希望你看下去啦 遊戲開發商是韓國的GAMPSAN 由母公司NeoWiz運營發行 在早期與Nexon NCSoft 稱為遊戲界的3N 後來另外兩間NHN、Netmarble也加入了戰局 一度進入了5N時代 而到了2010年前後 各家在網游市場的深耕 迎來了新一輪的景噴 以及後來的課金手遊的大崛起時代 它也隨著NHN慢慢推居二線 如今已經變成了Nexon、NCSoft和Netmarble的3N鼎立時代 但其實這3N一詞也從早期的褒獎 變成後來帶有嘲諷的意味 主要是這些公司 雖然早期確實對遊戲產業有一定的貢獻 但後來過度的商業化 以及注重Play-Do-In的模式 也包含一些抄襲、換皮、量產等操作 近年來也引起玩家間的不滿 以及對廠商的抗議 甚至還發生了像2021年的8月 NCSoft推出新一代的《健0-2》 不只沒有因此大賺一筆 反而股票大跌的事件 而再到這幾年來 穿越火線16方舟 第七十四的開發商 SmileGate Terra PopG的開發商 Crafton 發行奧丁 以及掌握韓國社交軟體的龍頭 Cakao 黑色薩姆朗開發商 ProAbyss 這四間組成的SKKP 也逐漸崛起 加入戰局 那反觀台灣的話 真的是一元赴死 韭菜更新啊 我感覺這有生之年 是沒有機會看到這產業大戰了 就讓玩家繼續在換皮垃圾裡面打滾就好了 那回到NearWiz 之所以漸漸有點視為 主要也是跟遊戲本身開發的走向有關 對比三恩旗下的產品 各自有吸睛的本事 反造自家產品的吸睛導向 沒有他們這麼強勢 而過往從主機單機 網游到手的開發 以及運運發行 涉獵的種類其實也非常的廣 例如像2006年的棒球類 紅不浪昂賴 2007年的槍戰 穿越火線 2008年的AVA戰地之王 2010年的戰地風雲昂賴 2017年的DJMAX Respect 2020年的神佑釋放 Blast Unleashed 再到比較近期的 像樹峰橫版動作 閃避刺客 神奈的比 類魂遊戲 P的謊言 Lights of P 而手上除了卡牌博弈類 則有像是2011年的InGame Tabsonic 音速出擊 2020年的音樂結合少女養成的 吉他少女 戰績類的英雄王國 2022年的三宵結合RPG的 Oh My Annie 棕色塵埃IP系列的 棕色塵埃故事 主打一代輕量化 玩法跟一代大致上是相同 參銷結合放置的魔法騎士團 以及11月推出的 戰棋類 騎士大師 玩法上有點像是早期 剛好推出的召喚圖版 但該款的首月營收 實際上連台灣那一款幻皮MLO都打不贏啊 也不確定是遊戲的本身 或者應援哪裡出了問題 畢竟即使是一模一樣的遊戲 依靠大量撒幣的廣告投放 堆出來的上面數字跟熱度 就能天差地遠了 其他還有些我沒有提到 但目前不是田韻 就是相比之下比較沒這麼知名 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嘗試的類型非常的廣泛 但到現在卻沒有稱得上能大火大賣的作品 外加又不斷把IP套皮去做別的遊戲 老實說有點搞不清楚他們到底想做什麼 就很像那種市場的投機客 風往哪就往哪裡吹 就像最近很多那些NFT Meta Game一樣 就是這類的典範 但如果這間公司單把美術拎出來看的話 確實他們也做得不差 還是有一定的市場鑑別度 但綜合起來的品質又不是那麼一回事 總之搞得我很亂了 而棕色塵埃作為旗下相對知名 但實際上並不是這麼樂效的作品 遊戲玩法是將過去回合至常規的 1x3到3x3等布局 拓展成3x6的形式 可以放下最多9名的布陣角色 能最大限度的利用手機橫板的優勢 也將策略性提高了不少 而這種NXN的布局 各位應該也很常見了 也就是市面上放置的卡牌遊戲 都會套用的模板 但大部分都只是做著屌爛天 只想靠立繪朝短線 直渴遠觀不可屑萬 而更早之前也有不少遊戲 引用這類布局 這邊隨便舉例一下 像2008年就有這種3x3的王者世界 再往前推的話還有更老的戰機遊戲 像是1992年 當年還沒有合併的Scorewear 製作的復活邪神 就有類似這種前後排的設計了 不過後來合併成SE以後 就開始他的墮落人生了 那再整理一些 棕色塵埃在開埔前期的評價 新角色OP 超模打破平衡 抽起概率地獄常見的日系手遊 然後同時被抓出來編的 還有當時的命運之子 人物塑造跟故事表現力不足 營運作死過於靠向Pan2in模式 還有一個2018年4月的GM排行榜事件 這個簡單來說就是官方有內部的測試人員 用了不符合現況玩家能獲取的裝備來爬榜 結果被玩家抓出來 然後官方當然也是火速跳出來道歉 那其他還有一些商業的營運事件 而這些00種種外加後來2018年8月上架的 第七史詩強勢登場 導致棕色塵埃的人口流失嚴重 所以這款看似能翻身的作品 後來也就隨之成績了 那我們終於要開始聊聊 這次的系列作 棕色塵埃2了 公安前友善提醒 我沒有玩過前作或者其他系列 所以只是以個人的觀點做本次的體驗分享 如果你是真愛粉的話請手下留情 好那我們開始 首先遊戲本身是紙版顯示 但我只是為了方便製作影片素材 強制讓它轉了橫版 雖然移動操作上會比較好一點 以及對整體場景的視覺觀感體驗會有所提升 不過現階段的意義並不大 會導致角色跟UI圖標 以及原本就很不搭的文字變得更小 所以並不需要去強行切換 但如果可以的話 未來還是希望廠商可以推出一個橫版模式 畢竟這種RPG類的遊戲 用紙版玩起來是真的有點小便扭 或者可以考慮出個點擊移動也行 遊戲在開頭是採用了一個選擇卡夾的方式 來推進每張故事的方式進行 再搭配解說小姐姐艾琳的短路 對於過去我這種玩主機長大的小孩 情懷要素是直接拉滿的 那比較可惜的是破台以後 沒辦法再重讀一次 或者能回頭去翻劇情 遊戲劇情大綱就是以主角拉德爾 以及旅行少女優斯提亞的相遇開始 而在之後城鎮中的黑魔法師的刀人事件後 主角也下定決心拯救世人免於危害 跟著優斯提亞一同展開冒險 那之後會隨著故事的推進 順帶解鎖一些角色入隊 這玩法上是真的挺有老式RPG的那味道了 而從基礎的遊戲日常中 你也能體現一二 像是如果隊員的血量不足或者陣亡的話 你除了禁食或者運用技能 還可以去旅館睡覺回血再戰 這在現在手頭上幾乎是看不到了 以及對主線任務方面都是採用落影島的方式 也很能體現廠商對這個手的開放方向 是想以單機玩法為主 而角色方面如果我沒搞錯的話 應該就是直接照搬前作的角色了 有幾個熟面孔我在查一代資料的時候有看到 如果單看例會的話真的非常的精緻 線條描繪細膩 而且是略帶寫實的手繪感 在射點的把控上面也非常的不錯 雖然沒有刻意的脈肉 但也是常有各種心機 也能看得出來美術真的是偏愛展現大嘴線條 不過你這樣描繪宅男好嗎 又是二次元暴整 又是魔法師職業 真的是對動漫宅宅的刻板印象還原 而比起人物來講 場景方面其實更令我感到驚艷 可以非常明顯的感受到 美術真的是燃燒了生命在作畫 任何一處小細節 包括那種根本不重要的暗處 那細節都描繪的非常的極致 可以用可怕來形容了 我在想這間公司的美術 該不會都是做專機上下班的吧 而且這也不單純只是開頭門面好而已 到後面的體驗場景 都是非常精心的在描繪 就單看這點的話 真的是可以乾碎一堆換皮垃圾了 那些廠商除了餵死給玩家以外 他媽的一點貢獻也沒有 而戰鬥方面跟前作都採用了回合制 而這次搭配了直板顯示 所以改成了3x3的方格布局 如果你使用AUTO自動的話 AI就是很單純的放技能連點器 比較適合在狩獵場掛機刷素材的時候 畢竟有些關卡後方會有補師或者強力角色 你必須要有針對性的打擊 或者你也可以適時的把一些殘血角色移動 來避免被擊殺 在這點必須運用玩家策略的心思上 我還是給予好評的 但比較可惜的是 戰鬥表現上還是略顯單調點 角色在技能施放上就是比較簡單的 跳出立繪以及配音 對於畫面表現的魄力上略顯不足 如果能再多點動作的描繪就更好了 而養成方面 升級目前除了戰鬥就是吃史萊姆 最低級的史萊姆可以去收入一場掛著打怪獲取 其他兩種就是要靠後期商店兌換了 但目前因為是開服還可以透過一些獎勵獲取 如果未來能有同步器的話應該會方便不少 畢竟他本身無法重置等級 這樣前期在配置上還是會比較局限一點 而控制掉可以抽的裝備跟服裝 可以透過角色自身不斷養成後打造 然後再強化提升屬性 不過整體的時間培養成本其實還蠻長的 外加需要收集材料那些 而每個角色的個人特技也都不同 像主角就是類似鷹眼探索的尋寶技能 你主角就是烹刃 還有剛剛提到的鍛造 以及復活等 這些都還能不斷精進修煉下去 才能解鎖更好的裝備或者道具產出 所以玩這款 你就真的得把它當那種老式RPG那樣慢慢的養成 整體干度上並不低 而課金方面因為是測試階段 目前看不到標價或者各種禮包 可以看到主要的課金也就是抽裝備跟服裝 服裝除了外觀就是改變技能類型 保體是250抽可以去商店兌換當期UP 而服裝本身還能再強化上去 具體封頂能到多少就不知道了 不過依照現在多數熟在課金上 10抽怎麼樣也領不開起步的七八百的價碼 這樣換算上去BA成本應該也是要價不菲了 還有一個常規通行真的可以零零鑽石 感覺未來應該還會有個月卡之類的 那就到時候再看吧 最後再來講幾個 個人主觀體驗上幾個稍微不適應 但可以考慮改善的部分 廠商想還原傳統RPG這點元素 是沒有任何毛病的 我也能接受 但角色移動方面是真的很慢 以前玩個神奇寶貝還能騎個腳踏車加速 也不會影響遊戲體驗 而這個遊戲因為沒辦法隨時傳送 大大多數還是要靠自己跑動 路上雖然偶爾有個加速陣法 但數量不多又不持久 屬於治標不治本 就很像把你腿砍了以後再寄個意志上去 然後要玩家不斷去找充電板 真的是挺煩的 然後就是沒辦法逃跑 也可能是我眼瞎 但我確實沒有看到這功能 玩過各種老實RPG 都至少看過逃跑或者撤退的功能吧 你不可能指望所有的玩家 在現實中都不會被打擾人好好玩遊戲吧 隨時能跳出存檔才是真精髓 或者覺得當下障礦不妙 可以退出調整補充 目前新一段只能靠遊戲滑掉重新的方式 另外這裝備強化的過程 實在是省久 必須要慢慢跳動畫等結果 還是希望可以稍微加快一點 畢竟最終的產品定位上是在手遊而不是主機類 該簡化部分還是要適當的簡化 折磨玩家實在不是什麼好事情 看看劇情費時還行 但這種日常作業操作 我真的不是什麼超有耐心的人啊 結論 這款遊戲幾天玩下來的感受 是比較偏向小匹類的作品 廠商對RPG的概念的還原也下足了功夫 但整體呈現上並不符合目前手遊的生態 廠商明顯是想做類單件的內容 所以簡化了PVP跟放置的機制 這個玩法就會先刷掉一些喜歡吃快餐、克勞的群體 目前戰鬥流程上也會跟手遊 追求碎片化的體驗有所衝突 而劇情上也是很早期的日式那套 並不是特別吸引人 導致看起來是很不錯的作品 但實際上卻不是特別的耐玩 或許做成買斷製或者PC版 再靠未來的DL遊戲營運下去 是更適合出路吧 最後進入一個個人閒聊時間 如果不感興趣的話 我們這邊就可以高歌離席 下次再見了 其實自打遊戲測評 或者可以說是個人遊戲體驗 都會有類似的留言 像是說 欸 這款我覺得不錯啊 是不是你眼光太高太凋之類的 吧吧吧 但怎麼說呢 例如 個人有一個挺喜歡的電影 叫做追擊者 當時我看完以後 是大受震撼 那後來我還去看了什麼殺人回憶 原罪飯等 視覺衝擊上就降低了非常的多 簡單來說就是我的玉子提升了 可謂被養大了 同樣你也可以套用到生活上 你吃過的頂級料理以後 再回去品嘗日常料理 都肯定會覺得差了一點 為了生存 吃當然都是能吃的 但就很難再激發新的刺激糕點 那我們再回來套用到遊戲本身 應該也是成立的 小時候有一款馬利歐賽車 跟炸彈超人 就覺得真他媽好玩 刷傷一整天也不會膩 那你現在要回去玩個30分鐘 我都覺得是勉強了 所以像如果單湊一個比如說立繪美術 各位一定都有各自那更好更頂的 也不可能單純是看到一個很大很色 就一定得覺得是神好玩 那直接小黃由天下無敵了 像我過去也講過Momento Mori 它就是一款優缺點很明顯的例子 至少大部分的玩家 應該都是被他的美術吸引 而不是他的玩法吧 所以有時候喜歡的時候 缺點都是優點 不喜歡的時候優點都是缺點 很多道理我們都知道 但說到底 感性還是支配理性多一點 遊戲在美術 劇情音樂等 廠商不斷彼此互相競爭提升下 玩家都應該是成為良性的受益者 不該成為被當韭菜嘎的受害者 或者彼此攻擊的加害者 喜歡就玩 不喜歡就散 也希望各位都能保持 合而不同的觀點 友善討論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會議你 有時封 有人 recruiting 會議 對 有沒有 會議 感谢观看